你好,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,这就是今天的新闻,谭松韵超级百搭的娃娃脸,谭松韵30家了,但是娃娃脸的她,让我们总有一种学生感,与她搭档的男星,几乎任何年龄段都可以,她好像有种百搭属性。 谭松韵不仅是CP百搭体制也是男神收割机,有着CP百搭体制之称的谭松韵,主演的每一部剧都是甜度超标,CP感爆棚,除了近期开播,话题十足的爱情剧《归录》之外,谭松韵还有许多精彩作品,不管是青春校园、古装、民国还是职场系列应有尽有,此篇分享谭松韵必追十部剧片单,多部经典作超值得恩刷,谭松韵电视剧《推荐1》, 《最好的我们》,主演,谭松韵、刘浩然、王月新、董晴、陈梦希,播出时间,2016年4月8日,播出平台,爱奇艺,谭松韵与刘浩然主演的青春校园剧《最好的我们》,改编自八月长安小说《振华》三部曲之一,耿耿于怀更是被许多网友大载,是最佳校园CP,演活了学生时期,青春少年、少女,剧中谭松韵和刘浩然饰演高中生,看起来毫无违和, 种种青涩的小互动,让人想起懵懂的学生时代,勾起无限的青春回忆,还被网友誉为是神仙、玄角,剧情讲述,普通学生耿耿,谭松韵士,意外考上名校振华高中,偶然,结识了开朗随和的学霸于怀,刘浩然氏,成为同桌。 高中三年时间,两人共同经历了学业、家庭、爱情中的挣扎,陪伴彼此成长,不过于怀却突然高考前突然消失,让两人失去联系,或别多年后才再次相遇。 谭松韵电视剧推荐2,浪花一朵朵,主演,谭松韵,熊子奇,黄胜池,黄子玄,播出时间,2017年7月30日,播出平台,湖南卫视,浪花一朵朵,根据九小七同名网络小说改编,由谭松韵写手熊子奇连妹出演,男主角熊子奇也凭借该剧斩露头角。 故事描述菜鸟女记者练上泳坛运动员,并鼓励昔日失忆的她重返泳坛巅峰的故事。 剧情讲述南洋体育大学游泳运队队员唐一白、熊子奇事四年前医药检,为国退出泳坛。 失忆的她遇见了实习记者云朵、谭松韵史,云朵得知唐一白的过往后,鼓励她再度振作并追求梦想。 最终,在云朵的支持以及队友和教练的帮助下。 唐一白重回游泳联赛赛场取得了梦想的成绩,走向更高水平的比赛。 谭松韵电视剧推荐3,锦衣之下,主演,谭松韵、任嘉伦、韩栋叶青、陆红、姚依晨。 播出时间,2019年12月28日,播出平台,爱奇艺、芒果、TV、MineTV、VTV线上影视,超强黑马、悬疑侦探剧锦衣之下改编自蓝色诗的同名小说,谭松韵。 任嘉伦两人组成的六元一金虾夫妇CP火花炸裂,圈粉无数。 剧中,任嘉伦饰演的陆大人经常露出一脸嫌弃的表情,可爱又傲娇。 小表情和小眼神百看不厌,在搭配谭松韵灵动的演技,激荡出的超强CP感和民场面,堪称整部戏的精华。 剧情讲述《右扇门女》捕快原金下谭松韵氏和锦衣卫陆毅人家轮氏携手调查失踪案。 形势冷酷,心狠手辣的陆毅遇上古灵精怪的原金下结成欢喜冤家,还意外一起卷入阴谋密案。 在经历联手查案,生死与供候,两人也从势不两立到见生情愫。 谭松韵电视剧推荐4,明初奇人传,主演,谭松韵,欧豪,王子玄,秦兰,金世杰,播出时间,2020年6月12日,播出平台,爱奇艺,热血,民国剧,明初奇人传,由谭松韵,欧豪主演。 剧中,欧豪饰演的画明初共赴黄泉之心展现出对溪水的深情,两人之间可说是又甜又滅,各种小细节,互动撒糖,让粉丝忍不住一秒,上透谭松韵和欧豪的CP组合。 剧情讲述,刘洋,辉国学生画明初,欧豪市无意中获得了十行者会卷,还因此结识了一群自称八行的江湖高手。 其中,每个人个个都身怀绝技,包括天才阴阳师溪水,谭松韵史,化明初在阴差阳错之下成为了八行的领袖。 最终,他努力带领大家完成大业,拯救乱世中的百姓。 谭松韵电视剧推荐舞,以家人之名,主演,谭松韵,宋威龙,张新成,图松岩,张希林,孙一,何瑞贤,安哥,播出时间,2020年8月10日,播出平台。 爱奇艺,VTV线上影视,MyVideo,2020年现象级电视剧以家人之名由谭松韵,宋威龙,张新成,领衔主演。 宋威龙和谭松韵最能身高差,兄妹恋加上各种互动都超甜,而且直求出击的大哥寄出的树东文简直是甜翻重人。 看似高冷的宋威龙在剧中讲起情话超级撩人,攻击力爆表,让人招架不住。 除了大哥宋威龙,张新成饰演的二哥宠妹指数可以说是100分。 和谭松韵之间的互动逗趣又治愈人心,善良温暖的两人看起来就是莫名的合适。 无论是宋威龙还是张新成和谭松韵之间的互动,都能感觉到粉红泡泡满天飞,让人不禁赞叹谭松韵百搭的CP氛围感。 剧情讲述三个在原生家庭遭遇过不同伤痛的孩子,机缘巧合下成为了感情亲近无比的兄妹。 冷静沉稳的大哥林霄、宋威龙氏、阳光活泼的二哥贺子秋、张新成氏和古灵精怪的小妹李尖尖谭松韵氏。 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在两个爸爸的抚养下,相互扶持,共组家庭,过程中虽经历磨难,但也相互治愈彼此,携手走出过去的阴影。 谭松韵电视剧推荐6,亲爱的麻洋街,主演,谭松韵,许卫舟,牛俊风,陈锦,石可,娇刚,孔林,宁文童,甜民,播出时间。 2020年10月22日,播出平台《优酷》、时代青春剧《亲爱的麻洋街》由谭松韵、《游光之城》许卫舟以及《微微一笑很清诚》牛俊风领衔主演。 故事背景为20世纪80年代,围绕在广州麻洋街上6个家庭的生活为主轴。 剧情背景为1984年,18岁的易东东牛俊风氏跟着父母从湖南转业回广州老家。 易东东对邻居马晓晓一见钟情,但马晓晓,谭松韵势,早已喜欢上与自己一起长大的欧小剑许卫舟事。 平凡的易东东只好压抑住自己的感情。 马晓晓经历了种种波折,易东东不离不弃地陪伴在他身边。 大学毕业后的他当了律师,易东东也考取了广州当地的公务员,始终守护在马晓晓身旁。 易东东经历了十年,暗恋终于打动了马晓晓。 两人走进婚姻的殿堂,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谭松韵电视剧推荐期《锦心似玉》 主演《谭松韵》、钟翰良、何鸿山、唐晓天播出时间。 2021年2月26日播出平台腾讯VTV爱奇艺。 谭松韵与钟翰良主演的古装宅斗剧《锦心似玉》改编自小说《庶女攻略》。 剧中不老男神钟翰良洞灵的颜值与谭松韵谈起恋爱,看起来毫无违和感,讲起情话深情,专一的模样。 再加上先婚后爱的设定以及各种甜度超标的名场面,让人无法自拔,看得粉丝心动不已。 剧情讲述,庶女罗十一娘谭松韵氏意外嫁入侯府,成为大将军徐令仪中翰良氏的济世,十一娘为人聪慧、机灵、善良,在相处过程中慢慢地打开了徐令仪封闭的内心。 谭松韵电视剧推荐吧,请教我总监、主演,谭松韵、林耕新、尤畅、苏欣、王秀竹、刘恩佳。 播出时间,2022年4月29日,播出平台,优酷、MineTV、MyVideo、VTV线上影视,请教我总监,改编自静江文学城作家红酒之同名IP小说,由谭松韵与林耕新写手主演,描述梦想成为投资人的命蒙英差阳错成为总裁秘书,与脾气火爆的霸总上司陆济明吵吵闹闹闹,最终写手逐梦,共同创立新事业的故事。 请教我总监经典语录盘点。 剧情讲述一直梦想成为投资精英的宁蒙,毕业后却因错阳差成为总裁秘书,他的上司陆济明是一个业务能力极强的投资总裁,某天宁蒙下定决心离开陆济明重新求职,经过种种阻碍,机缘下进入了英识投资,开始了他的晋升之路。 起初陆济明并不认可,但在重要关头还是会对宁蒙进行提点,帮助他渡过难关。 陆济明长远的投资理念使宁蒙获益匪浅,宁蒙也改变了陆济明的处事态度。 两人互相影响,携手并进。 谭松韵电视剧推荐酒,向风而行,主演,谭松韵,王凯,播出时间,2022年12月26日,播出平台,爱奇艺,腾讯,VTV线上影视,myvideo。 年度热播的职场剧向风而行,由谭松韵,王凯主演,王凯在剧中饰演的顾难停闷骚又嘴硬,遇上性格洒爽的谭松韵,碰撞出许多价值观和信念的问题,但在日渐相处的过程中, 彼此逐渐包容,了解对方,加上谭松韵直进的追爱,更让王凯小心脏暴击,两人之间超强的CP感,激发出令人意想得不到的火花。 剧情讲述严谨自律的航空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、王凯氏和直爽的飞行员程骁,谭松韵史,意外成为上下属,一起经历了工作上发生的各式突发状况,互相扶持,成长,顺利解决困难和考验, 最终从欢喜冤嫁的师徒关系,成为彼此人生最重要的另一半。 谭松韵电视剧推荐时,龟鹿,主演,谭松韵,景博然,播出时间,2023年3月14日,播出平台,爱奇艺,芒果,TV,龟鹿,改编自莫保非保的同名小说,由景博然,谭松韵领衔主演, 两人组成的陈晓夫妇CP开播前就吸引无数粉丝敲碗期待,预告与剧照中的绝美学景式剧组们前往新疆实景拍摄, 景博然和谭松韵在大雪纷飞的背景中拥吻,浪漫指数爆表,归录爱情电视剧DJ6大亮点,剧情讲述投资总监归小,谭松韵是10年后与自己的初恋, 身为特警的陆颜臣,景百然是重逢,两人从学生时期的一见钟情到遭遇变故后渐行渐远, 却在意外的状况下久别重逢,也让年少时相爱的两人最终破镜重圆,再续前缘。